脂肪肝近年来成为仅次于病毒性肝炎的第二大肝病,解发病年龄,日趋年轻化,正常人肝组织中含有少量的脂肪,如果肝内脂肪蓄积太多,超过肝重量的5%,或在组织学上,肝细保50%以上有脂肪病性时,就可成为脂肪肝,肝脏裹满脂肪时,饮食做到一高二低。 三餐多吃这三道菜,甩走脂肪肝,逆转病情,脂肪肝的发展过程,单纯性脂肪肝,脂肪性肝炎,肝纤维化,肝硬化,肝癌,脂肪肝的杀伤力真的很强,就算仅仅只有精度的脂肪肝,也不要掉以轻心,饮食做到一高二低,低碳水,低脂,高维生素,低碳水主食,用121原则,来控制我们三餐主。 五十的量,分别是吃早餐吃一两米饭,午餐吃两两米饭,和晚饭吃一两米饭,这里的一两米饭,指的是大约13克的碳水化合物,建议用能提供相同碳水化合物的其他食物来替代米饭。 第一次,控制脂肪的摄数,对于脂肪肝的逆软来说非常重要,猪肉在很多人的心里是脂肪含量第一的肉,其实猪里剂,猪耳朵和后腿肉脂肪量和肌肉差不多,每人每天进食肉类约150克就可以了,这是远离脂肪肝的最佳食用量。 高维生素低,科学研究发现,补充维生素比,可以使肝癌的风险下降55%,其实很多人每天摄入的维生素比都是不足的,所以许多人都需要侧重补充维生素比。 含量较多的食物有海产鱼类,蛋类和黄油,符合一高二滴的三餐,鸡,早餐,莲藕鸡蛋饼,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很低,是一个可在替代米饭的主食。 鸡蛋里有丰富有质蛋白,是一个很健康的早餐。 做法,粮藕擦成细丝,酸干水分,钻成球球,鸡蛋取出蛋清,加入藕丝,两勺面粉搅拌均匀,加盐,鸡精油一热两面煎黄即可。 二午餐,糙米鸡肉饭,一份糙米鸡肉饭可用胡萝卜,黄瓜,芹菜,香菇,洋葱等人类蔬菜,碳水化合物含量偏低。 三,晚餐,虾仁蔬菜梨麦粥,梨麦是高蛋白,高纤维的主食,它含有的纤维是大米的十倍。 做法,梨麦洗净放入电饭包中,加水后开启煮粥功能,香芹,胡萝卜,香菇,香菇,香菇清洗干净,虾仁吃虾腱也清洗干净,食材全部切成小丁。 周煮好后加入食材还有盐和鸡精,电饭包开启再加热功能后再煮五分钟,营养好喝。 这三道菜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,大家如果有脂肪肝,要遵守一高二低的饮食技巧,甩走脂肪肝,肝草越来越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,别忘了。